大家好,我是呼呼 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买笔记本电脑性能的高低是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看重性能的人 但是最近我开始有所反思 大家都知道CPU分为标准电压以及低电压的CPU 一般无后缀的或者H后缀的代表标准电压 通常用在游戏本或者台式机上 而优后缀的代表低电压通常用在轻薄笔记本上 它们之间的强热关系是极其分明的 同代的标压CPU要远远的强于低压CPU 那么既然人们都这么在意性能 那为什么还有人选择低压CPU的轻薄本呢 所以我开头的问题 对于轻薄笔记本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轻薄本对比游戏本或者台式机 主要有以下两个优势 第一轻薄便携外出使用方便 对于手机来说性能强性能差 其实体积重量也都差不了太多 那如果预算充足的话 肯定要买那个性能好的呀 而电脑就不一样了 性能强的和性能弱的体积和重量差太多了 这就需要权衡和取舍了 第二续航好 可以很长时间不差电使用 同样的手机性能强的和性能差的 由于旗舰手机往往采取了更好的制程工艺 综合来看呢 续航也并没有差太多 当然要选好的呀 而笔记本又不一样了 轻薄本呢 普遍七八个小时 有的多的呢能到十几个小时 而游戏本呢 普遍也就四个小时 个别差的呢只有两个小时 这差距又很大 又需要权衡和取舍 所以轻薄本当然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 而且现在可谓是大行其道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在购买轻薄本的时候 有哪些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 第一点 对于轻薄本来说 性能并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轻薄本不管是下到四千多 还是高达一万多 配置都差不多 在这里呢 性能的要求是够用 而不是极致 轻薄本的空间有限 高性能的同时 也会带来高发热和高能耗 说白了 就是更烫更费电 续航也会更低 为什么手机的CPU 要分大核和小核 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有很多的日常应用 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性能 省电反而是更重要的 显卡方面也类似 很多人呢 对显卡可能有一些误解 认为显卡好了 看电影啊 或者看图片的效果就会好 其实呢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显卡呢 只是决定了图形性能而已 对电脑正常使用的流畅度 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说白了 只是在3D效果上影响比较大 比如说大型的3D游戏 比如3D建模 或者是视频特效渲染等等 其实轻薄本的独立显卡 能做的事真的是非常有限 降低画质的话 最多也就可以玩玩 守望先锋 Dota2之类的 真的不要指望买轻薄本 来打吃鸡之类的大型3D游戏 另外对于专业的3D建模 或者视频剪辑工作 更多的情况 轻薄本也只是拿来临时应下集 甚至对于部分用户来说 有独立显卡反而是一个累赘 因为日常的办公娱乐 上个网 用office之类的 高性能的显卡完全没有用 反而会增加发热 降低续航 所以我还会经常听到有人问 怎么把笔记本的独立显卡关了 只用集成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对于轻薄本来说 有时候发热续航的优先级是要高于性能的 提到发热问题了 很多人会说买笔记本散热最重要 因为只有散热好性能才能发挥出来 其实这还是违性能论 很多人会忽略的一点是噪音 我来说一下我的亲身感受 我在使用苹果的MacBook 以及Windows的轻薄本的过程中 经常会感受到一个问题 就是苹果笔记本在轻量级工作的时候 风扇几乎不会转 而在使用Windows笔记本的时候 经常会发生明明我才开机两分钟 甚至都还没有打开什么软件 风扇就开始呼呼的转 发出烦人的噪音 我在视频渲染的时候 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 你风扇转的再厉害 我都可以理解 这是应该的 但是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看个网页 开个word文档 这种情况明明不会制造多大的热量 或者是就算热点也没有太大关系 不烫手就行 结果风扇还是不停的转 这个时候的噪音就非常的烦人 这就类似于 你想买一辆普通的家用代步车 你是更看重它的最高时速能达到220还是250呢 还是更看重它在跑120的时候稳定性如何 这方面的Windows笔记本的优化 确实做的不如苹果的MacBook好 但是也有些厂商会给用户选择权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游戏本 都配有一个野兽模式的按键 按一下就会提高功耗强 并且同时提高风扇的转速 更容易发挥出高性能 而在轻薄本上呢 可能我们更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野兽模式的按键 而是一个安静模式的按键 只要一按 风扇就没那么容易转了 毕竟平时我们用轻薄本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轻量级的工作 这个时候呢 安静是比性能更重要的 其实这个功能实现起来应该很简单 但是目前呢 我只看到有联想的和华硕的轻薄本 提供了类似的功能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厂商 重视一下噪音方面的体验 游戏本和台式机 接口呢 通常都非常丰富 但是呢 轻薄本 由于它需要做轻做薄 筋力的空间呢 可谓是寸土寸金 所以呢 接口自然会少很多 一般比较常见的接口有 普通的USB接口 HDMI接口 用来外接显示器 或者开会做报告的时候 接投影仪 SD读卡器 这个呢 主要是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 比较方便 还分为大卡卡槽和小卡卡槽 至于网线接口 我觉得现在无线环境这么发达 没有特殊需求 这个还真的不是很重要 耳机接口 当然 笔记本嘛 肯定还是要有电源接口的 目前的电源接口呢 有两个类型 一种是这种圆口的 也有的是方口 专用的电源接口 另一种呢 就是这种USB Type-C形状的 也就是和安卓手机下面的充电接口 是一样的那种 而相应的电源适配器呢 小圆口的通常是这种 三角的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接地 相对更加安全 而Type-C接口的呢 通常是这种两角的 比较便携 不过呢 由于是全金属机身 有的时候呢 有较小的概率 会出现麻麻的 好像被电了的感觉 这两种可以算是各有利弊吧 接口里最值得一说的 当然就是这个Type-C接口了 为什么它这么特别呢 因为上面的接口往往都只能完成一个功能 而Type-C在理论上是一个全能的接口 它可以用来传数据 这时候呢就相当于普通的USB接口 它也可以像HDMI接口一样外接显示设备 它还可以当作充电接口来为笔记本供电 如果是支持雷电三协议的Type-C接口 也就是苹果MacBook Pro上面的那种 那就更厉害了 不但传输数据的速度大幅度的提升 并且还能支持外接显卡 使得轻薄本也有了玩大型游戏的可能 同样由于雷电三的高带宽 可以使用这样的接口拓展屋 能让一个接口完成更多的任务 也算是一个优势吧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 并不是所有的Type-C形状的接口都一样 从差到好的顺序大约是这样的 第一档仅支持数据传输的Type-C 第二档数据传输加充电 或者数据传输加外接显示屏的 第三档数据传输加充电加外接显示器 这种接口也被称作为全功能Type-C 第四档和第五档分别支持半速的和全速的雷电三 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 由于它们的传输速度大幅度提升 所以能够完成更多的功能 苹果的MacBook从三年前就开始引领电脑接口的大一桶 使用的是前面最好的第五档的接口 但遗憾的是似乎现在效果还不是很明显 大家还是很难改变使用习惯 目前的U盘还有大部分的外接鼠标 无线接收器 还有比如外接声卡与手机连接等等 也都还是用的普通的USB接口 而苹果目前最尴尬的一点就是 MacBook由于没有普通的USB接口 居然没法和iPhone用线直接连接 而Type-C接口目前使用起来连U盘都没法插 需要各种的转接还是有点麻烦的 而且似乎五六千左右 性价比比较高的轻薄本的Type-C 都不支持雷电三 甚至都不是全功能的 通常只能达到前面所说的第二档 现在能做的事还真的是有点少 希望能快点搭一桶吧 另外除了关注是否为雷电三 以及是否全功能之外 也要注意一下 有些笔记本只有一个Type-C接口 而且还拿来当做了电源接口 那这不就等于没有吗 我很难用上它 我也不能一直不插电的用吧 与其这样还真的不如一个普通的小圆口充电 再加上一个可以空出来的Type-C 最后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目前市面上比较值得关注的轻薄本 以下这些都是使用的i5-8250U的CPU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在说便携的问题 所以就不提15寸的了 我帮大家总结出了一张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价格方面经常会有波动 但是稍微等一等 还是能够遇到不错的价格的 我这里只能做个大概的参考 惠普的新系列价格较低 但轻薄度上稍差 而且电池太小 13寸的没有独显 14寸的屏幕不太好 而且都是没有玻璃覆盖的镜面屏 一般来说主流的轻薄本 要么是雾面屏没有玻璃 防眩光 要么是镜面屏有玻璃 显示效果更通透 而无玻璃的镜面屏实际上是成本最低的 惠普的NV13系列 屏幕优秀 高色域还带玻璃 散热相比前代略有缩水 配置很均衡 电池大 设计精巧 但价格有点贵了 基础配置都到6000多了 联想小线R23 同样很均衡 轻薄度很好 可选的配置颜色比较多 表面温度控制的不错 还有16G内存纯黑的版本 在这个价位还是比较少见的 价格也非常公道 缺点是没有读卡器 而且表面温度控制的代价 是牺牲了高负载的极限性能 玩玩IOL CSGO还可以 火力全开就别指望了 华为最新出的MateBook 13 因为它是个很特别的存在 所以多说两句 最大的优势当然是这个2K屏 另外这个屏幕的比例是3比2 而非主流的16比9 在处理文档的时候 下面能显示更多的内容 但是也别光看的好的地方 由于主流的视频和游戏的分辨率 都是1920x1080 也就是16比9的 用3比2的屏幕 要不然就是视野会变窄 要不然就是上下会留有黑边 使得实际显示的面积会变小 大约相当于13寸的显示屏 变成了12.4寸的 当然了 这个并没有绝对的好坏 得看你具体哪种使用场景更多 它的硬件配置和轻薄度上都是主流 价格也很良心 但唯一让我有点担心的是 它只有俩USB Type-C接口 华为的解释是因为机身薄 但是MateBook 13的官方标称的厚度 是14.9毫米 和其他的品牌也都差不多 那么既然如此 为什么别人都能放下普通的USB和HDMI 而它却只有俩Type-C呢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为了引领潮流 但因为它并不是雷电3 甚至都不是全功能的Type-C 这个不免让人有点担心 比如我平时总是会习惯外接显示屏使用 这两个接口 一个用来接电源 另一个用来接显示屏 那我岂不是一个可用的接口都没有了吗 华硕的01U2代 其实综合素质很不错 重量是最轻的 电池也大 就是价格有点高了 但是为什么13寸的反而比14寸的还厚呢 而且还厚这么多 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 至于戴尔的燃14 也就是之前说的燃7000第三代 不但有点厚 还可以说是毫无亮点了 当然了也不是说很差 买来也能正常用 但就是各方面都比较平庸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你光盯着8265U看 8250U也并没有差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以性价比著称的小米 笔记本毕竟不是它的主页 跟进的速度也比较慢 咱们来对比一下其他的13寸笔记本 CPU落后 其他的配置差不多 轻薄度上差不多 电池只有40瓦时 有点小 接口俩USB 一个HDMI 一个USB Type-C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拿来当电源的Type-C 等于没有 也没有SD卡槽 售价上也并不低 那我为什么要买它呢 所以8265U的机型 只是这些一线大厂 在进行正常的迭代 用新的型号取代了旧的型号而已 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改 除了CPU之外 还有其他方面的提升 比如说戴尔和华硕 终于用上了PCIE的硬盘 并且最重要的是 价格上也并没有提升 有的甚至还更便宜了 那么既然如此 我干嘛不买最新的呢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轻宝本的理解 除了性能之外 还有很多值得去关注的点 希望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能够越来越理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想看更多的科普视频 或者是手机电脑的购买建议 欢迎关注我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BONJOUR呼呼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